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同的年级在不同的楼 一栋楼大概上下可以有个三到四个教室 然后就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地方读书 我们就在这边看一下 这是他们上课的教室吗 对 要下去吗 可以啊 我们方便吗 方便吗 可以 走啊 走 小心 很热 热 是 很热 怎么样 还比较习惯 我比较习 也还好了 因为马拉从来没这么热过 今年是比往年来偏热很多 今天最多还达到四十度吧 是以前就保持在三五三六之间 今天雨还没过来 雨季是开始了 有算开始 但是雨下的不厉害 不厉害 是一段一段的 去年因为雨季来的太早 然后所以导致说 那也有淹水啊 然后大家没种好米 所以今年马拉是比较穷一点 是 要不然正常来讲 十一月中雨季就会来 然后他们那时候也 大米种好了 玉米也种好了 雨季一来 然后一二月份就可以收成了 哈喽 这边工作人员都会说什么 工作人员不见得会 他们有几位 有几位会 然后大部分当地请来 照顾小孩子的 就比较不会 不会 是 因为我刚刚看那个厨房的人 那是学生 那是学生 是他们有 他们有轮流就是 帮忙 去给小孩子做饭 要不然去照顾其他小的 就直接 就大一点的孩子 大一点的会去照顾小的 比如说练功需要帮忙的 那你大一点的 你练过功的 你就会去 帮忙一下 小一点的 是 是 是 大家都得 都得出一点力 六栋楼 是 一年级到六年级 一年级到六年级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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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安静 我也觉得好安静 他们这 有点像变成宿舍的样子了 变成宿舍室 是 全部都放了被子在那里 没有 通常像我那时候来的话 你床单在外面 是属于那种非常小的小孩 晚上属于会尿床 那一大早就是七八个毯子就放在那 是 是 是 会尿床 那块地 现在没有全部开发食用 就是把边界围起来 那他们都用围墙围起来的 是吗 很像是 有一些地 对 这个围墙围起来 他们他们 他们这所有建筑物盖的都是 钱特别多都是属于 呃 外面的人去捐住来的 嗯 对 他们的经纪围起 都是要靠捐款 都要靠捐款 都要靠捐款墓子 是 是 到处去表演 让大家聊天 是 是 是 因为他们这你说 是 是 这里这么上百个孩子 一天吃下来也是很多钱 这边是有花的 嗯 有 有 有些地方种地 他们有小孩子会去看着 老师会教 也当做一个课程 是 在教 是 以后他们有可能自己也能 大了出去以后就可以 可以 这属于老师们师傅吃饭的地方 我这边是给老师用的 老师吃饭的地方是 他们学生的话是一大锅一大锅煮好 分配到 不当他们住的那里 然后住的那里就一小间可以吃饭 大家就坐在那吃 这边会有说 你打多少 一定要吃完多少 吃饭不许 到底 嗯 他们这通常就是一人一盘 嗯 然后 你那里管理 因为每一间总是会有一个管理的大人在那里 就不管你是多大 大孩子 那里还是会有管理的 嗯 那他就会说 OK 一人一个 但是我那时候在这里的时候才有这样子 现在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因为这是新的佛堂了 新的佛堂是那一栋 这个是学校拥有的 别人觉得 可以搞建筑 这也是特意过来搞建筑要吗 这个现在是 我也不知道 这我都好久没来了 这边有可能是现在变成说小孩子吃饭的地方 那就有可能都不在宿舍里吃了 哇 这个看上去挺壮观的 很多 那上面都是伞吗 哦 每个人有每个人坐的地方 哦 他们他们ACC属于 你有多少天没过来 多少年没过来 没有多少年 我们会经常过来 就是不会走这么远 不会进来 是 他们佛堂属于女生一进来 然后皈依佛的话 名字是万字开始 是 然后男的进来 名字是阿 阿字开始 所以你看一下这有万日 万山之类的 这些都是属于女生 你要说男生的话他的名字是阿开头 就是会给他们起个名字 会给他们起个就是 嗯 龟一佛的男的名字 嗯 是 是 是 所以他们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都变成说是固定的 哦 哦 哦 他们有可能也是有分男左女右 嗯 这些都是万字头的 你看这里还有不能喝牛奶的 哦 牛奶过敏 哦 特意备注了 特意备注 嗯 这里有不能吃蛋的 这里有些也不能吃蛋 这边还有一些特别的标注 嗯 有 他们也甚至于说每年都会有人过来替小孩子检查 嗯 检查 人家需要戴眼镜啊什么的 他们也会去帮忙 很像吃蛋 嗯 嗯 这边不能吃蛋 那边不能吃鸡蛋 是 no egg 下排是可能就这些过敏 是 要给他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 这个可以就很贴心 这里还有一个十十五个 三五成十 十十五个 哈哈 哈哈 然后这里就是南村做的 是三排给女三排给男 然后这就是男男男生的话 就是阿字被开始了 啊 你看女生全部都写万 然后这叫阿 阿凯 阿一 我们这个名字都会发现 万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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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修 阿祖 阿伦 阿祖 万云去看吧 嗯 可以 好 你估计这里有多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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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多多 四个 八个人 八个人 八个 嗯 六八四十八 我觉得他们小 特别小的应该不会来这里 一排一百个人 这可能也是一部分 是一部分 我觉得特别小的应该不会来这里 因为特别小的都没板凳高 那坐上板凳也是挺困难的 是 有些都吃粥 可以能拿六百号 嗯 是啊 是啊 重吗 可以 还有小一点的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全部都怪雨伞 雨伞好多 伞好多好多 雨伞 那 都可以往这里来看看 这是新盖的佛堂 以前来我们都只上佛堂 然后吃个饭就走了 很久没有说这样子 嗯 一个仔细的逛一下 很多地方都变了 佛堂的原始是就是 大家可能就是 学一点功德 然后可能就去 吃饭走 还是怎么样 呃就是说他们礼拜天 每两个礼拜的礼拜天 他们有会开法会 嗯 那就是说你如果想去念佛 去坐着也行 那你就可以去 那法会一结束 他们就会有他们的斋饭 嗯 是专门已经供了佛的 然后就吃了斋饭 然后大家就可以留下来吃 是 然后就这里就是完全都吃素而已 这是另外一个佛堂 这是那时候建的第二个 因为第一个太小了 做不了太多 然后这学校 学校 学校 这是新盖的 我 04年 04年 04年开了 开始第一栋 就开始盖 现在有13年了 现在有13年了 这期间也是帮助公布 是 每天都一批一批 是都有 每天 每天 每天应该都有 一批 今天 是 那孩子在大之后 是不是 就刚刚说的 得到初中 是 得到初中的话 是有些 你成绩稍微好一点的 他给你送回去 国内去台湾都有的 是 就你学习比较好的 你想要再继续去读 然后再回来 然后就属于报答社会 那有一些 他们会选择说 留下来去去照顾这些孩子 也可以 是 你就比如说 当年比如说 你功夫挺好的 那你现在也没地方去 那你就留下来去教 其他小的功夫 是 然后有些女的就留下来 比如说带更小一点的那种 是 但是就是说 一般完全到这个学业 就可以选择离开 是 你可以选择离开 就是如果正常情况之下 如果不是留在这边工作 也就不再在这边 是 是 因为自己有那个能力 也给你供了那个学习 你有那个 是 你有 你有那个 你就可以就出去独立 嗯 那像有很多很多 这里小孩呢 他们会去专门找中国商店 哦 因为他们英语 当地语言 中文都会说 对 然后就去当翻译 是 好 就利隆规啊 哪里 也都有各自走 阿弥陀佛出来的大家也放心 是 是 毕竟都学的 是 是 是 然后规矩都是特别好的 然后这个学校你们就会看到有学生在这里 就开始听到声音 刚才都太安静了 有学生就开始闹 是 是 是 他们这建筑物盖的时候特别大 很大一个 很大一个 很大一个学校 那后面还有在盖的吗 有 后面后面还在盖 他们 嗯 经常会去去再多加房子 多加学校 嗯 因为人数会越来越多 是 所以就是一直都有在盖 你看我们刚刚从那上面走到这里 这也是属于他们的地 那里那间是属于老师住的 老师这里来的中文老师 这里啊 比如说院长什么的都住那一栋 住在那一栋 公社那一栋 那这边孩子就是说有可能是有人捡到送过来 是吗 嗯 或者说 父母不在了 然后爷爷奶奶有可能家里已经很多了 没法养 然后没法养 就真的不行了 然后送过来 也可以 你有些可以就是说等家庭情况好一点的 再接回去 再接回去也行 是 这边在打到多 是啊 这边 这边很像 今天天空特别来的 嗯 特别好看 这图片里面它端然特别好看 嗯 那里有个人造湖 就那里有一整片就是水 你是属于的 哦 算是吧 算是 算是 湖不属于它们造的 可是有连接到这个 以前经常都会有人去走 走到那边去 然后再走 走过去差不多 那是几公里来的 两公里路吧 就徒步那样子 走路走路 然后就锻炼 锻炼 锻炼身体 还是大一点 可以 这也就是可以 通常是不行 你如果在这里受到他们的 就他们养育着你的话 你要出去必须要有 经过他们的允许 是因为毕竟外面也危险 他们到这儿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 是这里得负责任 是 是 如果纯粹只是为了出去玩 就不可以 不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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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会经常就是说 让小孩子组团出去 比如说 去哪里学习 表演 是 也不是属于表演 就比如说 一般坐上车 然后 去 比如说人家 像种田的地方 然后大家去了解一下 是 去学习 去 补课 是 是 就出去 出去的时候就只能是这样 要么去表演 能出去 要擅自进出是 不允许的 是 一天三餐有床睡 有学校去上 是 如果学习不好的那些长大了怎么办 也是出去 嗯 因为他们你到一定的年龄 他就 你要么开始 是 要不然会太多了 对对 会太多 那就 他就到几岁 按正常来讲是 读完十二 十二 十二年级就是高三 那时候大概也有个十七十八岁 有的 那完全可以读 那完全就是 他们属于成年了 对对 这应该就初中吧 这应该是初中 这里小孩子看起来比较大 是初中 哦 他们上面像门上有写 八年级 办公室 之类的 像这种画都是马拉威他们的画风 是吗 是吗 他们是这样的话 你们有看过很多路边卖的话 跟这个画风差不多 对 对 他们还买过一张 是 现在还在我家的厂商圈 现在属于还在上课期间了 现在属于 他们按道理的时候是三点下课 然后就开始额外的课了 打打踢踢球 练练功 有操场吗 操场 没有 像我们 我以前在这早上跑的时候就是 跑出大门 跑到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我说教练住在那里 然后再往回跑 但是你就相当于是输家弟子 你就可以出门了 是 是 是 你就可以允许出门吗 我是一到五也是不可以出去 一到五不可以出去 一到五不可以出去 然后父母来接才能 跑步 我跑 我跑 除了吃 其他的都是跟着这里的小孩子一致的 他们四点起来 那我也就四点起来 那正常是四点起床吗 是 我在的时候是四点起床 开始去佛堂上面念经 是 晚上再去念一次 然后几点就起床 我那时候是十点 十点睡觉 那其实也起得蛮好 是 四点多起床了 抹念衣 是 全部 师傅就开始敲 敲了大家就醒 是 也是抹念衣 快要放学了 现在快要放学了 是 因为我可以去飞一下无人机 他们这都还给小孩子发制服 全部都有制服 上课穿什么服 练功穿什么服 是 就是专用的 是的 只锣弹 小孩子 阿米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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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怀中心 他一直到 邦天 这里由occup 东南亚类的 是 都有 每周有游击所现在 有 南非也有风光山 南非的也是有专门帮助小孩子 去收养孤儿 可能会有多少个国家有 去提苏模我不太清楚 马来西亚有 马来西亚有 那我确定南非也有 然后马拉威